其實我們的彎曲是有很多種方向 那可能你會往下彎 往左彎或是往右彎 那我到底怎麼樣才能夠避免我陰莖骨折呢 我們以前老師會跟我們說就是 什麼狀況之下最容易造成雞雞斷掉呢 就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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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雞的長度以外 還有一個度很重要 什麼度呢 角度 有關於雞雞角度的奧秘呢 今天我們請到我們的 鳥科學醫師 來為我們解答 先來歡迎一下醫師 大家好 我是鳥科學先生 泌尿科顧芳瑜醫師 首先想要先問問醫師 就是關於男性的陰莖 其實他的構造非常的巧妙 他在平時可能看起來非常不起眼 可是他勃起的時候 卻可以一觸幾天 那想要先問問醫師就是 陰莖勃起的原理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的一個陰莖 那待會我們會再用這張圖 來做其他的解釋 那其實男生陰莖裡面 有三個很重要的構造 分別就是我們的陰莖海綿體 那他主要是做沖血滋用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尿道海綿體 尿道海綿體的功能呢 就是讓你排尿跟讓你射精 那為什麼男生可以勃起呢 主要是因為你受到一些性刺激的時候 我們身上會有血液 大量的流入我們的陰莖的海綿體 那海綿體它外面會是一層白膜 它是一層很硬的 大家可以想像像一個很厚的塑膠袋 它這個塑膠袋的功能呢 就是我們血液衝進去的時候 它負責把這些血液把它包住 所以就讓我們就會又硬又長這樣 那想要問一下就是 造成陰莖嚴重彎曲的原因 它是先天的嘛 那一般在幾歲的時候會開始變得明顯 其實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就是陰莖其實外面有一層白膜 它的兩邊左右的長度 或是上下左右的長度 如果不同的話 就會造成你陰莖往左彎或是往右彎的問題 可是為什麼大家生出來會兩邊不對稱呢 其實很多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你可能是天生的 所以其實大家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不是很正的狀況 這倒是沒有關係 可是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是 比如說可能曾經有陰莖骨折啊 或是曾經有車禍外傷 造成他陰莖白膜有受過傷 那受傷的地方就會結痂 結痂之後呢 就會造成你可能左右兩邊 或是某一個角度 你的白膜的長度就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那雞雞就會彎向那個地方 那有另外一種在泌尿科界比較知名的狀況 我們叫做佩羅尼式的疾病 因為你抽菸 或是你受到一些藥物 或者是受到一些輻射線的影響 可能會造成你的白膜某一個地方產生發炎 發炎之後他就會在那個地方形成一個纖維的硬塊 那這個硬塊就會把你原本正常的雞雞彎曲到某個角度 所以就以上這些原因都可能造成你的陰莖 原本是正的後來變成彎的 另外一種人就是他可能是先天出生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狀況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也在抽菸的話 你可以把剛剛那個結局給他 你怕你雞雞變彎應該就抽菸 對 越抽越彎 對 結菸的好理由 到底要彎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才會覺得說他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呢 其實這個事情是很主觀的啦 大部分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彎 所以你有可能是15度左右上下一點點這樣子 不一定是剛好15度 再嚴重一點你可能大概會有30度左右的彎曲 那其實在上面這兩個圖 我們大概30度以內都比較不會影響你的性生活 那如果說你性生活會用奇怪的姿勢 或是你有什麼特別的需求的話 那或許30度就會影響到你的性生活 那我們比較常會真的是影響你正常的性行為的話 大概45度以上 60度甚至有比較嚴重90度 那你可能都會造成你要性交的時候會有一些困擾 90度應該沒有辦法順利的 對我們說這個叫做噴泉表 就是他就會像噴泉一樣噴出來 但是其實說我們這邊圖都是往上彎的 其實我們的彎曲是有很多種方向 那可能你會往下彎 往左彎或是往右彎 那基本上大部分人往上彎 其實是比較不會影響性生活的 那我們最怕的就是說是往下彎的 因為往下彎可能會造成你要插入的時候 會有一些困難 或甚至你要調一個很大的角度 你才能性行為 不管你彎曲幾度 只要這個彎曲會造成你形房上的不便的話 或是造成你伴侶的疼痛不舒服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考慮做矯正手術的 那醫師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他如果有這樣彎曲的狀況 他在塞內褲的時候 他好塞嗎 對其實我們這樣的彎曲 都是在他勃起的時候才會顯現的 其實不管你彎曲幾度 其實你在沒有勃起是軟的狀態之下 常常都是看不出來的 我們常常在臨床上 我們要診斷一個病人彎曲的時候 我們都會很害羞的跟他說 那你回家你印起來之後 照個照片給我看好不好 對我們才知道說 你真正彎曲的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我也不可能在門診的時候 就讓你印起來 畢竟我沒有這個內力 所以就是要讓你回家 自己就是想辦法讓他印起來照相 我們才知道說 你大概是什麼角度 接下來我們想要問一下醫師 就是其實我們之前 可能從一些新聞案例上面會看到有 關於陰莖骨折的事情 那想問一下關於像是陰莖彎曲和陰莖骨折 它是同樣的狀況嗎 其實是兩件事情 我們最常講的陰莖骨折 其實人類的陰莖是沒有骨頭的 就某些動物有 像金魚有然後狗狗也是有骨頭的 所以男生的雞雞在你軟的時候 它是一個收起來的狀態 對就是一個軟掉的狀態 所以其實雞雞怎麼會骨折呢 我們常常講的陰莖骨折其實是一個俗稱 其實它正式的名稱叫做白膜破裂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在性行為的時候 可能因為劇烈的晃動太大 或者它可能做到一些撞擊 導致我們這個陰莖白膜造成一個破損 所以破損的時候你的血液就會從破掉的地方流出來 那就看起來外面就會很像 雞雞就會被折一個很大的角度 那我們就說這叫陰莖骨折 其實如果說當下你就趕快送來醫院 接受良好治療的話 其實是不會有陰莖彎曲的問題 那當然有的人他是不幸他可能體質的關係 或者是說他可能拖太久才來就醫 那你這個原本受傷的地方 他可能就會有比較大的結痂 或是纖維化的現象 那你可能日後就會造成 你有陰莖彎曲的現象產生 那另外有人就會問說 那我到底怎麼樣才能夠避免我陰莖骨折呢 我們以前老師都跟我們說就是 什麼狀況之下最容易造成雞雞斷掉呢 就是騎馬打仗的時候 女上男下的姿勢 對 女上男下的姿勢 尤其是女上男下 而且女生是轉過來背對男生的時候 不以為是古代人情的男生 沒有沒有沒有 正面不容易骨折 正面還好但是背面很容易 但是其實只要是女在上騎的時候 都很容易會造成骨折的狀況發生 所以大家在做這種姿勢的時候 就是要小心不要太過激烈 以免就是造成不幸的事情發生 有關於這個解決彎曲狀況的手術 醫師通常會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幫患者來執行呢 這是一個彎曲的現象 的陰莖 那它是往上彎的 那我們一般為什麼會彎曲呢 大部分都是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塊纖維斑 因為這個纖維斑就像是一個發炎結痂的地方 那把我們原本兩邊應該是平行一樣長的白膜 把它拉彎了 所以你就會往上翹 那我們手術方式呢 傳統上來講是有兩種方法 一種呢就是說我們很直接 這邊有一個纖維斑 那我就把它挖掉就好了 但是挖掉之後這邊會缺一塊嘛 所以我們會從身體的組織裡面 找一塊皮來補這個地方 有的人是用肌腱 或者是用一些肌肉的一些膜 去做這樣子的修補 可是這樣的做法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白膜是一塊很堅硬的構造 你補了之後呢 你沖血之後它有可能會血 會從這個地方鼓起來 所以你的陰莖上可能會鼓一塊東西 那同時也是因為那一塊地方不夠堅硬 所以可能會造成 補了之後呢 你反而硬起來的時候硬度會不夠 沒有像以前這麼的硬 那另外一種目前比較多人做的方法呢 是我們叫做陰莖矯正 這邊有一個斑塊 但是我們就不理它了 我們會用一條縫線啊 在它這個斑塊對側的地方 用縫線把兩邊這樣子縫起來 那我們就是強制把它拉直 這樣的好處是說 第一個手術方式很簡單 一下就結束了 因為你其實只需要用縫線的方式來縫就可以了 但是缺點來說呢 是因為我們要把它 多出來的地方再拉短 所以有一些人 它陰莖有時候會稍微變短 可能會短個三公分 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其實是看它彎曲的幅度 如果它真的彎得很彎 那你的結彎曲子的結果 你就是會變得很短 對對對 如果真的彎到很嚴重的時候 你把它曲直 就它的長度縮短 就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其實這兩種手術各有各的優缺點喔 對對對 就是你想要保持硬度 你可能就是會變短 所以如果你想要保持長度 你可能就會變短 有硬好沒兩好 怎麼辦 有硬好沒兩好 對 那我們最後呢就是請醫師建議一下 就是有需要陰莖矯正的民眾 他們應該在什麼階段去就醫會比較好呢 我們分成兩個層次來講 如果你是先天的 一開始就比較彎曲 但是不會影響到你的性行為的話 那我覺得就不一定要就醫啦 那當然如果你會覺得 因為你的彎曲造成你的性行為有不變 或是造成你的伴侶的疼痛 那不管你幾度 我覺得是不用管角度 都會建議你先來就醫 我們先可以討論看看 看下一步要怎麼做 那如果你是比如說陰莖疼痛 然後再加上有彎曲 那你可能就是一個佩羅尼式的疾病 這樣的病人呢 我們就會建議他可能到門診來 我們先給他一些消炎藥 然後避免他的彎曲的狀況 進一步的惡化 那從此如果有抽菸的話呢 我會建議就是最好是治癌 因為抽菸是一個蠻大的危險因子 最好就是先戒菸 然後到門診來 那我們會一樣讓他吃一些消炎藥 然後讓你的發炎的狀況 可以先穩定下來 那等到穩定之後呢 我們看你彎曲的狀況 如果說是彎曲的程度 是會造成你性行為上的不便的話 那我們還是會建議就是直接手術治療 那如果說其實還好 並不會影響到太大那就恭喜 保持這樣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 不管你是多長 或是你是幾度 其實不影響你的性生活 不影響 不要這麼膚淺好了 不影響你的日常生活 其實都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一旦影響到你的日常生活 不要害怕 也不要害羞 就是趕快來找醫師 為你做最專業的評估跟判斷 看有什麼最適合你的解決方式 可以讓你的苦惱 降到最低 恢復正常的生活喔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醫師 謝謝 我們的美衣服任務圓滿成功 拜拜 有些人就是說 其實男生往上彎 其實反而對女生來說是比較舒服的 加了一個醫療 對 沒錯 還是不要太嚴重啦 你可能15度 30度之內大概都 可能有機會會 可以更好次去居點 會讓你的性行為可以更舒服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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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